等好久了 范冰冰一运照风传 4月假里晨 大陆女星范冰冰先前卷入逃漏税风波 被宣判补较新台币44亿元 才能免去刑事责任 审影123天后 终于公开发声明道歉 而消失的这段时间 不仅引发影视圈大动荡 就外媒也强烈关注 不过她始终没公开露面 没想到微博近日疯传范冰冰身材发福已有孕的照片 指出她将在4月假里晨升格里太太 37岁范冰冰已怀孕照风传 等好久了传4月假里晨 图鞋线翻射微博 范冰冰与里晨2015年公开认爱后 里晨隔二年就求婚成功 原本计划2018年举行婚礼 不料却因范冰冰去年卷逃税丑闻喊卡 范冰冰近来传出低调开美容院 未婚夫李晨 弟弟范成成 好友张军宁等人都到场站台 她虽没出席剪彩仪式 但仍被拍到穿蓬松洋装现身店内 身形明显发福不少 且爱美的她还踩一双平底鞋 遭网友怀疑是否早已怀孕 甚至有消息指出范冰冰和李晨将在四月于巴黎 举行婚礼 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等好久了 希望是真的 范冰冰很少穿平底鞋的 估计是真的 女星这么穿大部分都是真的怀了 三十七岁范冰冰已怀孕照风传 等好久了传四月假里程 图鞋线翻射微博 三十七岁范冰冰已怀孕照风传 等好久了传四月假里程 图鞋线翻射微博 此外,范冰冰美容院开幕后 一名的网友在微博PO出店内VIP价目表 可以看出入门的仙女卡为人民币五万 约台币二十三万 最高的女王卡要嫁人民币一百万 约台币四百六十万 让原PO向大家喊话 努力吧姐妹们 另一方面 日本媒体日前已长达两分钟的特级报道范冰冰逃睡仪式 甚至将此特级连日在东京最热闹的新宿街头的大荧幕播送 让范冰冰的知名度大大提升 就连她的名字也引发话题 因为冰冰日本音译BENBEN 亦同勃起 不少日本人看到范冰冰的相关新闻 就会瞬间脸红 爱美的范冰冰 喊剑川平底鞋早已有孕 图鞋线翻射微博 37岁范冰冰已怀孕照风传 等好久了传四月假里程 图鞋线翻射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